说到创业,大家马上会想到电商、共享经济、大数据、人工智慧等大生意 但这位来自瑞士的女生却专注在非常小的饰品上面,法圈 最后她将小小的法圈变成了2170万美元的大生意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来看看吧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和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赶快加入我们哦 出生于瑞士的Sophie,2011年时离开家乡,到英国的华为大学念书 正如每位大学新生人一样,社交是生活的重心 在一次的圣诞来临之际呢,她决定去参加大学主办的派对 顺便可以多认识一些人 那这个派对的主题呢,叫做插品位 是非常的特别,所以Sophie她都尽可能的乱穿衣服 而在她赶着出门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还没有绑头发 但是又找不到符合主题的法圈 这时候Sophie就看到宿舍房间里面的旧电话 她临机一动就把电话线拆下来,当成法圈,把头发绑起来 在第二天的早上呢,带着宿醉起床的Sophie 发现头发上面的法圈呢,并没有像一般的法圈一样 因为拉扯而造成就是她的头痛 她在绑一个晚上以后呢,也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绑头发的痕迹 于是Sophie马上打了一通电话给她的男朋友Flix Hafa 邀请她一起来研究这个神奇的发现 由于他们完全没有制造业的经验 只好到处询问不同的朋友,尝试了解可以使用的材料 同时Sophie也找到一家生产电话线的公司 她请他们把电话线中的铜线拿掉 然后将包袱的塑胶连结成圆形的法圈 在经过了九个月反复的实验后呢 Sophie总算找到了初步可行的设计 并且她联络上一家位于中国大陆的厂商 愿意为他们生产商品 于是他们各拿出两千美元的厨师金 当作他们的创业基金 就开创了他们的公司InthesaBubble 接着他们用这笔钱订购了网路电商Shopify的服务 买了一些行销用的设计软体 而且还是学生版的 然后将剩下的钱全部都拿来打造他们的第一批商品 虽然Sophie非常努力 但她的同学们都觉得卖法圈这种小东西真的很微不足道 很多同学就会在Sophie整理订单 或在Instagram上面发布她的宣传文时 取笑她不过只是在卖一个法圈而已 但Sophie她并不在意 她相信这个小小的法圈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很快的Sophie就发现 InthesaBubble并不适合在自家的网路平台上面贩售 因为法圈的单价很低 难以说服客户一次买很多盒 那货任的费用呢 跟售价差不多 会让客户觉得不值得 另外由于InthesaBubble和一般的法圈不一样 公司也没有名气 很难吸引人来尝试这个崭新的产品 一开始的销售成绩并不好 所以Sophie决定请专业人士帮忙推广产品 InthesaBubble没有经费打广告或请名人代言 所以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一般的法郎 他们开始拜访认识的法型设计师 向他们介绍InthesaBubble的用法和好处 并请他们试用 如果设计师在试用后喜欢这个法圈 Sophie就会问设计师 有没有兴趣在法郎内贩售他们的产品 这些设计师不但成为了InthesaBubble重要的通路 也提供了很多有关产品的回馈给Sophie 其实InthesaBubble成功并不容易 由于它看起来就像一团电话线 因此一开始也不被客户接受 但是Sophie用鲜艳的色彩让她变得非常吸引人 再加上不留痕迹不会造成头发打劫的好处 让客户很快的就爱上了她 最初InthesaBubble有25种颜色 15种包装 但Sophie期望每位消费的客户都可以有美好的体验 最后重新设计了包装 她将三个同样颜色的法圈 放到一个透明的塑胶盒里面 让客户打开的时候都有一种拆礼物的感觉 除了产品和包装的设计 Sophie对材质也很讲究 InthesaBubble所有的产品都是由热塑性聚氨酯制成的 也就是说产品不但环保无毒 而且还可以回收 这个材质有一个很厉害的特性 就是当用酒变得松弛以后呢 也可以透过浸泡热水 在一分钟内就能恢复她原本的弹性 可以有效地延长她的寿命 到了去年 InthesaBubble的营业额已经突破了2000万欧元 而她的产品也在70多个国家超过1000家店面贩售 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法圈竟然拥有那么庞大的商机 这真的太震撼了 就像一颗极小的种子 看起来跟沙子一样 但当你把它种下去 细心地呵护它 浇灌施肥修剪 它可以从这个小的种子长成一棵大树 甚至呢可以成为小鸟的栖息之地 就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法圈 却能够带来极大影响力一样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都能够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 商业 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每日商业 我们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